河馬史詩中的木馬塗層記 王子與皇后他們私奔了 這麼一私奔呢 也就使得這希臘人 他們就要圍攻特洛伊城了 特洛伊城攻不下 用了這木馬 想盡辦法騙了城裡面的人 而達成了木馬塗層記 哎呦 這聽起來 不就是個神話故事嗎 所以呢 有些人就想說 那真有其事嗎 科學家們絕地要去研究 雜探一番 看看真有其木馬塗層記的存在嗎 那特洛伊城在哪 在土耳其啊 那就前往土耳其 到了土耳其 到了特洛伊古城之後 有重大的發現耶 發現了什麼呢 特洛伊王子和希臘皇后私奔 引爆希臘派出一千艘船 渡海攻打特洛伊 回城長達十年 這是希臘作家荷馬寫的知名史詩神話故事 細節精準到歷史學家相信是真的 幾百年的尋找 終於發現土耳其西北部一處一止 我們開始看了外面的城堂 我們發現了一個大小的城堂 在圖中的防徵器 圖中的藍色家庭 和居住所使用的材料 我們顯示了城堂 比我們想到的 權貴住城內 城外則是一般老百姓 至少容納一萬人以上 加上位在愛琴海岸上 樹立於達達尼爾海峽邊的地點 都符合描述 寬四公尺深二點四公尺的溝渠 抵御古代最恐怖的武器 二輪戰車的前進 城牆高達十公尺 幾乎有四層樓高 平均高度都超越 中國大陸的長城 請問您可否擁有 在保護的位置 現在我們的戰士 是獲得滿身的保護 但跟這剪刀 他現在能夠推出他的刀刀 特洛伊鬥士拿著盾牌穿上青銅鎧甲 戴著利劍近身搏擊 我們在看我們的角色 在他的全盤盤子裡 我們可以看到 真實的 唯一的地方 你會成功把他拿出來 是這裡 肩膀 肩膀 這裡 這就是什麼 但入侵者真的是希臘大軍嗎 靠近海岸線 發現滿了95具遺體的詭異墓地 大陶瓮裡裝著蜷縮的人骨 正是青銅器時代的傳統下葬方式 這個造型的材料 完全適合我們在歷史上的材料 像歷史上的材料 古年泥板有晚期西台人 留下的紀錄和信件 其中一張的材料 甚至是自家皇后和特洛伊王子私奔 所以才派兵攻城嗎 原來特洛伊的位置 掌控了現今世界上最重要的海運航道 問題來了 特洛伊要怎麼撐過十年的尾城呢 尤其最重要的水源怎麼來的 原來城市下方有一條超過152公尺的地道 裡頭有巨大的地下蓄水池 讓希臘人始終攻不下特洛伊 最後是靠著藏有士兵的木馬 成功進到城裡 先測試看看要裝載30人得有多大的空間 21 22 我們只有22人被固定了 所以如果能夠更大 就能夠更大 這會更大 根據河馬的描述 得比這個車廂還要大 我們在這模特洛伊的海洛 我們把海洛伊的海洛 放在海洛伊的海洛 然後把海洛伊的海洛伊的海洛 放在海洛伊的海洛伊的海洛 然後把海洛伊的海洛伊的海洛伊 在中間 我們可以把海洛伊的海洛伊的海洛伊 我們可以放在海洛伊的海洛伊 古海顯示 希臘士兵身高大約170公分 模擬出幾近30人的木馬 會有5到6公尺高 大概是兩層樓 可是特洛伊城門高度只有將近5公尺 這樣的木馬 這樣的木馬 根本進不去 可能是特洛伊的海洛伊的海洛伊 讓海洛伊的海洛伊 讓海洛伊的海洛伊 或是 我個人認為 這是一個更小的群人 假裝投降撤兵 留下木馬作為禮物 誘騙特洛伊人拖進城內 躲在木馬裡的希臘士兵 趁夜色掩護 溜出來打開城門 讓埋伏的希臘軍隊進入屠城 最終一把大火 把這座大城燒毀殆盡 我們在某些地方 看到了 濃烈的大城 在某些地方 我們在某些地方 看到了 黑色的土地 燒烤的石頭 可能是從建築層上 焦土層說明 特洛伊城被大火摧殘過 符合河馬的描述 他筆下的史詩 讓特洛伊聲明大躁 波斯王 希臘國王陸續佔領過這裡 直到西元五世紀 一連串地震後 這座城市遭到遺棄 就此失落 讓特洛伊的故事走入傳說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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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